假如真的收到了外星文明发来的信息 到底该不该回复 这个女科学家回复了一首英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歌词有问题激怒了外星文 朝着地球投放了2500个不明发光品 转眼间干掉了全球80%的人类 事发之后 凯瑟琳博士骗守卫士兵说是出去检查卫星 实际上是出去寻找自己的妹妹 事发前她打电话告诉妹妹索菲亚 来自己工作的天文台避难 但迟迟没有看到索菲亚的人 刚走到山脚就发现四个一起 在天文台工作的科学家惨死在车上 公路上满是停泊的汽车和人类的尸体 大喊了几声妹妹的名字也没有得到回应 每走多远就发现索菲亚的红色小汽车 趴在玻璃上仔细查看索菲亚并没有在里面 转身的功夫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躺在地上 凯瑟琳悲痛欲绝难道妹妹真的死了吗 当她把尸体翻过来从悲痛转而惊醒 这个人并不是妹妹只是长的神似而已 她总算松了一口气 接着顺着下山的路继续寻找 这时突然听到山剑里传来的求救声 思索再三还是决定上去碰碰运气 刚走进来就看见一个被遗弃的小女孩 通过聊天得知女孩和父母走散了 也许她的父母已经死了 见她可怜就决定带上她 再有一公里就能看见城市 却遇到几名士兵突然冲上来捂住两人的口 转头一看竟然是上校 在发现凯瑟琳离开天文台后 上校担心她的安危 带了几个士兵就追了上来 本想带着两人直接返回天文台 但凯瑟琳执意去找妹妹索菲亚 索性上校也想看看被外星人攻击后的城市状况 于是决定陪她一起去 临行前她再三嘱咐凯瑟琳一定要听从她的指挥 通过望远镜发现几名幸存者在掠夺超市的物资 凯瑟琳猜测妹妹也许会在其中 可当众人到达超市门前却没有发现一个幸存者 在地上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上校带着一个士兵准备顺着血迹的方向去查看 其他人原地待命 血迹一路延伸到了一间仓库 当两人走进来惊恐地发现刚刚那帮幸存者全被杀了 接着就听见外面传来抢车 其中一名士兵被瞬间爆头 转头看去楼顶出现了不明生物 士兵举起枪噼里啪啦一顿 凯瑟琳带着女孩脱离的队伍进了超市 上校刚从仓库返回就目睹了两名下属中枪 打了半天才发现打的都是空气 上校命令下属节省点子弹 这时才发现凯瑟琳博士和女孩不见了 逃跑时凯瑟琳不幸摔倒和女孩走散 转头的功夫就看见一个诡异的身影出现在架子后 还好上校等人冲进来开枪将起下来 当凯瑟琳起身时才发现女孩竟然不见了 殊不知小女孩躲进了一个冰箱 可刚把盖子关上 外星生物就发现了她